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我們的年範是在1964年的《香港和美國的生活》 因為他演了三次 他一穿了那套長衫就好像變了葉文 這麼多位師傅我來介紹 你為葉文師傅 今集主要講葉政和葉師傅的固執關係 自己也有個病開始發生在他身上的時候 他如何為他的兒子打算 自從太太離開之後 變成了他的單身家庭 一個母婦帶著有青春快門期的年輕人 都是有很多矛盾 因為整個故事是講葉文 怎樣幫他的兒子去外國找學校 那段經歷讓他自己親身體驗到 一個華人在一個外國的地方 是不是特別好呢 這些老外無時無刻的 想念我們走 甚至於想把唐人街都列走 你有沒有想過 走出唐人街直接跟他們溝通 去爭取改變 每一場動作的變化就推到最後面 去感受到人與人之間那種關係 我做了一件事情要處理 等我辦好 我就馬上回來 其實葉文我覺得好看 他除了一部打得很燦爛的功夫片 每一部戲都很人性 出來的效果都很理想 我想透過葉文4給大家知道 李小龍和葉文 他們兩師徒如何把中國功夫影響到世界 但是就是練武的人 他應該要有一份正義的責任 是不忘初心 我是一個練武之人 遇到不公義的事情 我一定要站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學武的初心 這是中國功夫 身在他鄉 每一刻 你不在這兒生活 你不懂 我們是否應該用中國武術 去改變外國人對我們華人的偏見 這個 這是師父 Yip Mo